春分是24节气的第几个? 春分是24节气的第四个。 春分,每年公历3月20或21日,太阳到达黄金零度时开始。 这天昼夜长短平均,正当春季90日之半,故称春分。 春分这一天,阳光直射迟到,昼夜几乎相等。 其后,阳光直射位置逐渐北移,开始昼长夜短。 春分是个比较重要的节气,它不仅有天文学上的意义, 南北半球昼夜平分,在气候上也有比较明显的特征。 春分时节,我国除青藏高原、东北、西北和华北北部地区外都进入明媚的春天, 在辽阔的大地上,杨柳青青、英妃草长、小麦拔结、油菜花香。 我国古代将春分分为三后,一后圆鸟制,二后雷奶发生,三后始殿。 便是说,春分日后,燕子便从南方飞来了,下雨时,天空便要打雷并发出闪电。